沒有說不要自清 我說我不要你進來檢查 檢查不一定叫自清 自清做我連做都不做 住戶和防疫人員在家門口發聲 爭執為的就是要不要進去屋內自清 遠景也到場 雙方爭執不下 台南市登革日案例持續累積 日前就針對仁德成功裡貼了公告 要在短午連續假期前往噴藥 而實際來到現場 還是有許多住戶不在家 只好請來鎖匠 強制開門進行噴藥 不過也有許多住戶 知道要噴藥 還是表達了許多不滿 里長說這幾次下來 電話都接到凌晨 還會被罵不雅自演 很錯愕就打來罵 口氣也都非常的不好 貼單子的時候 里面就直接出來陳情 台南市23號新增12例 本土登革日確診案例 來到單日最多 其中11例就在仁德 目前總累計數39例 仁德也有28例 屬於高風險區 不得已才依法在 端午連續假期來噴藥 防疫人員也放棄了休假 連日辛勞 只希望大家將心比心多配合 早日穩定疫情 三一圈王少爺股仙 台南報導 相識 9日 9日 1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